那我就简单跟您说吧 前几天呢 这刘大海就约我 说一起吃个饭 就所谓的同学会呢 其实也就我们三个人 马克对你还不死心 对 这刘大海那天表现得 异常的兴奋 说话呢也没有避讳我 然后我听到他在打电话 是他手下告诉他的 说上个月包装膜的费用 三百八十万 全部都已经结清了 一个月三百八十万的货款 你知道刘大海之前 让我帮他审过合同 所以他们公司的产品 还有价格我是很熟悉的 你想一个月三百八十万的包装膜 那李总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就意味着 前欧专电路厂的实际出货量 要远远高于他们报表上的数字 前沟村电鍍厂对于工业污水排量 是否合格这个事我还没清楚 但是如果他们按照自己的实际报表 来报税的话 如果是按照实际报表上的数字去报税的话 那马克就涉钱偷税逃税 这比往地下水层排污水要好潮多了 马克在排污这件事情上面设下了重重的防护 但是财务报表跟报税的问题 可能没那么好掩盖吧 咱们可以重开跟马克的谈判了 如果咱们突然改变突破口 那马克一定会措手不及 廖律师 感谢 你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现在我更头痛了 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李总啊 你过奖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要不这样吧 今天晚上我做东 你必须来 而且呢 你是主兵 您做陪 没问题 而且 我还知道一个人 他如果知道你在的话 他肯定会来 谢谢领导的款待 我呢 电视台那边还有事 所以呢 我就不去了 小廖现在代表我们律所 是电视台节目的顾问嘉宾 电视台 是眼光的好好说话吗 对啊 所以你现在是他的搭档 是的 那我还记得 小廖律师真的是个人才 律所可得好好重点培养 廖律师 你放心 廖律师是我们官室 最优秀的年轻律师 今天算是领导们的表彰大会吗 谢谢领导 我会继续努力的